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作家吴维上台致辞 大家好,我是吴维 我30年前从香港来到美国 就在1989年6月16号 我们香港人经过六四大屠杀过程中 很多的示威流行 但是我们看到六四大屠杀 我们香港人流泪 对中国的同胞受到这样的残酷的对待 我们流泪 我们也看到香港的前景 所以到那个时候 我马上第一批离开了香港 因为我本人有很曲折的经历 我小时候在香港的一个大家族 生长,生活,成长了 但是到了八岁的时候 我曾经爱过 爱着死去活来的父母 为了爱过 把我送回大陆读书 刚好那个时候是1966年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有幸也不幸地 经历了所有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凄惨的 凄凉的血腥的过程 这个时候让我理解到 在香港成长的一个人 看到着香港的生活 也看到大陆同胞的生活 但是也知道暴政怎样去 用欺骗的手段来对国内的大陆人 所洗脑的所有所有的方式 知道黑白 知道天坛与地狱本身的区别 所以后来经历了很多很多痛苦折磨之后 我有幸申请回到香港 在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已经立志 不要把有一天 不要把我的经历 把我的思想 把我的感受写出来 所以在十年前 我写了一本书 叫做《梦醉红尘香港回归》 但是由于有种种的情形 没有马上出版 去年6月4号 幸好 经过很多的原因出版 这本书 是我今天要献给香港人 因为香港人他们的遭遇 就是我们可遇知道的遭遇 当时这本书 十年前已经写好 本身讲的故事 这是一本 这个政治总治小说 里面写的故事 就是香港人今天的故事 为一个美国跟中国人 所生出来的一个女孩子 叫做小香港 讲清楚 这个小香港 在香港长大之后 离开了 因为她是个父亲 美国人的父亲也跑到街上 支持六四的运动 所以在六四后 他们很痛苦地回到了大陆 回到了美国 但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个小女孩 他们带着一般美国的青年 要回归去大陆 见证 寻找她在一直没有见过的 没有养育治安的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她的亲身的母亲 这个故事所讲的 就是香港出生的一个混血人 混血小女孩 她怎样要去大陆 见一个没有见过的母亲 这个就是香港跟大陆的关系 他们有一个母亲在大陆 但是这个母亲是没有见过的 是没有认识的 也没有养育之恩的 是抛弃了这个小女孩的 这个叫小香港的人 他们回到香港的时候 由于有这个自由 来谈政治 谈这个风花雪月 但是后来遇到了黑势力 怎样被非礼 怎样在很多很多的情形之下 被屈辱被伤害 这就是香港人在这个反送送的过程中 所遭遇的经历 后来他们要逃到一个游艇上面 来离开香港 这个就是香港人本身所遭遇的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 体会我们香港人所遭受的种种的灾难 只希望香港人能够站得住 能够记住今天遭遇的原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